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503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中视的战友虎牛露露 一句踏平朱日和活捉满网志 道出了近年来军事演习中红军的处境 作为假想敌 朱日和蓝军不受客观现实约束 实力设定到多强 那都是导演部说了算 集成了美帝的空中打击 苏联的铁甲洪流 解放军战斗意志的 蓝军简直比外星人还要厉害 而且蓝军和导演部压根就是一伙人 仗着主场优势 红军动向掌握得一惊二处 敌在明我在岸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再时不时来个强电磁干扰 指挥通讯全体瘫痪 更要命的则是 生化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打击 挣扎都没法挣扎 当年七大军区金锐进出 轮番上阵 却被蓝军刷出个27比2的成绩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战况在现实当中真的存在吗 蓝军过于强大的实力是否合情合理 尤其是战术核武器和生化武器 在战时会被如此频繁的投用吗 这得从解放军的练兵思路来说 演习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叫做料敌从宽 欲己从严 一切从最坏处做打算 给敌人设定再强的实力也不为过 任何在演习场里 看似不符合场里的事情 其实在真实战场上都有可能发生 没有剧本 没有标准结局 诸日和标语 从这里走向战场 讲的就是战场 几时开始 不会通知你 就像现实中 敌人不会告诉你 他将从什么时间 什么方向袭击你 现实不是打游戏 实战没有一对一的对等局面 在训练中把上限提高一些 才可以保证部队在实战中相对的加勤就赎 正所谓战为战 演习多流汗 战场方能少流血 至于核武器 在通常影响当中都是一种压箱底的正宅神器 这当然也的确是它的作用所在 但并不代表不会被轻易动用 一来 美俄两国在最近都有加强和发展核武器的计划 二来 各大国目前都在大力研制小型化核武器 美国的B61战术核炸弹只有600磅重 不到4米长 却能够设置30万吨当量的TNT 还可以通过加装制导控制组件 达到精确制导效果 很恐怖对吧 更恐怖的是 这种武器在将来可能会越发普及 小型核武器不具备常规核武器的普遍杀伤力 和恶劣后续影响 是一种很好的者中选择 由此看来 核武器一直都是选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舰 朱日和在演练中加入核打击响令 是相当有预前性和实用性的 颠覆战争形式的顶级技术被中共拿下 没它现在战争没法打 曾经只有美国独占 微信搜索米粉防雾 关注和回复顶级 看看是什么技术 而另一类演习则叫做料笛从严 欲己从宽 其意义和前者恰恰相反 众所周知 苏联也有红蓝对抗演习 但是和解放军以前一样 始终都是红军必胜 这个过程过分强调了我方的强大 属于一种严重脱离实际的演习 因而也被戏称为演戏 苏联往往将敌人设置成 铜靶子无异的演习对象 红军一通火力覆盖 机械化部队勇猛向前冲 最终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毫不威风 但这种无视对手实力 无视战场实际的做法 对于锤炼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 显然是很不利的 苏联自然也对此一清二楚 所以别看他们在演戏里疯狂开无双 但当真有冲突来临 却完全是另一种表现 从柏林街头的坦克对峙 到古巴导弹危机 被美国海军数百艘战舰包围 再到朝鲜和越南两大战场 苏联从来都不敢自己亲自上阵 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 反观美国人就聪明得多 他们真正做到了在战略上 料敌从宽 欲己从严 在冷战期间就特别喜欢自个儿胡自个儿 苏联搞出个米格二五 西方意识惊为天人 但当别连科把飞机开到自己家里拆开 才发现这是个什么破玩意儿 冷战结束后 苏联老底彻底败露 美国人这才发现 当初是有多高看这个所谓的红色帝国 但在那个和他斗智斗勇的过程当中 美国却强壮了自己 从今天来看 20世纪军事工业发展最飞速的时代 恰恰就是冷战时期 铁木倒下后 美国一时没了对手 没事就喜欢鼓吹别国威胁论 倒不一定是真有其事 但这个过程 却是美军向国会伸手要钱的好机会 可或许是没了对手 就不知道该干嘛了 他们搞出的东西让人大跌眼睛 什么滴滴记一千 外形看似科幻 其实就是个19世纪近海炮剑的分版 因此 不仅要在演习中料敌从宽 欲己从严 在战略想定上 亦该如此 美国搞了几十年治安战 搞得自己摸不清头脑 幸运的是 中国有自己的考量和想定对象 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以及该发展的是什么 加油吧 最后再来一波福利 推荐一款非常好玩的 多人坦克实时对战手游 游戏采用最尖端的引擎技术 画面质量高 操作流畅 众多二战名车任你挑 玩法多样 有夺旗 攻防 团战等不同模式 还有超重型坦克等包子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惨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钢铁碰撞的快感